感谢各位菩萨 护持生命电视台 感谢光大山西 护持生命大道场 愿大家赴回增长 主事吉祥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如法而持续的修行 修行是不容易的 修行就是训练我们的心 心是最重要的东西 心是所有其他感官的监督者 如果心已好好训练 那么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 如果还有问题存在 那是因为这颗心仍然有疑惑 多懂得与真理一致 能体会到这一点 就代表你们已经准备好 要修学佛法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修行所需要的工具 你们早已准备好了 就好像法早就在那了 法是无所不在的东西 法是圆满而完整 只不过是我们的修行 尚未圆满而已 虽然修行的工具如此已具备 然而训练却是困难的 困难是由于有欲望 如果没有欲望 我们便不会去修行 但是 如果你们由于欲望而修行 那么就见不到法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们不想修行 便不可能去修行 为了真正去修行 首先 你们必须想要修行 不管前进或后退 你都遇到欲望 这就是为什么 以往的修行者说 修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如果你们不修行 你们就不能了解法 坦白一说 唯独它或研究它 你们是不能懂得法的 或者 虽然懂得它 但是你们的了解 仍然是有所欠缺的 修行 修行为什么如此困难而费力呢 因为有欲望 以禅修为例 只要我们坐下来禅修 我们就想变得安详 如果我们不想找到安详 我们就不惨坐 我们就不去修行 因此 只要我们一坐下 就想要安详 地刻出现在那 但是想要心宁静 反而制造了混乱 使我们感到不平静 修行的困难就在于此 因此 佛陀说 勿因欲望而言 勿因欲望而做 勿因欲望而行 你无论做什么 勿以欲望而做 欲望一极想要 如果你们没有欲望 去做某件事 就不会去做它 当我们的修行 面临这一点时 我们会变得 很沮丧 我们如何能修行呢 有个很适当的辟语 假设我们到市场 买了一些椰子 当我们带它们回家时 有人问 你买那些椰子做什么呀 买它们来吃 壳也要吃吗 你回答 你回答 不吃 如果你不吃这些壳 为什么也买了它们 这时重点 这时重点 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欲望与修行 如何同时存在 我们确实在乱用的 我们确实带着欲望 我们确实带着欲望 在修行 如果我们没有欲望 我们就不会修行 带着欲望修行是爱欲 你要知道 以这个方式审查 可以使智慧升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 这些椰子 你连壳也要吃吗 当然不是 那么 你为什么要携带着它们呢 因为丢掉它们的时刻还没到 它们将椰肉 椰汁包在内部 是很有用的 如果吃完了椰肉 椰汁 你把这些壳丢掉 那就没问题了 我们的修行也像这样 佛陀说 勿因欲望而行 勿因欲望而言 勿因欲望而食 行 住 坐 或我 无论什么 勿以欲望而做 这个意思是 做而不执着 做而不执着 就像从市场买椰子 我们不吃这些椰子 但却还不是丢弃它们的时候 我们先保留它们 修行就是这样 概念和超越是共存的 就像一颗椰子 肉 皮和壳都在一起 我们买椰子时 我们买整颗 如果有人指责我们吃椰子壳 那是它们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智慧是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寻找的东西 我们要不急不缓地去见到它 我们该怎么做呢 要不急不缓地到那儿 走得太急或太慢都不是好方法 但是 一般修行却容易犯了勇猛心意乏 长远心难辞等问题 尤其是打坐 一打坐就像明心见性 一念佛就像一心不乱 才一开始就像立即冲到终点 修行绝不是一处可及 往往最后变成缠坐 坐不住 无法一心不乱 最后干脆放弃 有些人还会生闷气 坐在那儿埋怨自己 我实在太差了 我真是无药可救 这样坐着埋怨自己 感到毫无希望的人 只会引起挫折和修行障碍 这就称作称盖 他们不能责怪别人 因此只好责怪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 都是由于欲望 修行并不需要几次缠坐 就让自己即刻看